我沒有喝酒 但是莫名其妙 呼氣酒測值0.18 這樣車子牌照 直接要被扣兩年 身材工具前後牌照都被吊扣 小黃駕駛已經被迫停業兩週 他越說越委屈 強調被開罰當天 真的一口酒都沒碰 那個呼氣酒測值是0.18 當下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開完單扣完車以後 我就馬上坐計程車 就往去土城那個長坑醫院 去那邊抽血 能夠證明自己 確實沒有酒駕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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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稍等 酒測結果讓他不能接受 事發在4月18號 投訴人開車經過滑翠大橋 遇到零檢 先是對酒精預支器吹氣 又出現酒精反應 第二關在進行酒測 數值達到0.18 超過標準值 當場被扣車扣照 但他不服 兩小時後到醫院採檢 酒精濃度 結果顯示低於10.1毫克 沒超過標準值 認為是酒測器誤判 當天晚上是只有測他一個 我們事後有自己做測試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喝酒 情況下測出來都是零 酒測一氣一般來說 是一年或測一千次 會檢測一次 當天用的機器 上一次檢定時間 在去年七月 還在合格有效期內 警方認為幾乎是不可能失准 但是根據標檢局 訂定的公告標準 酒測器有誤差值 正負0.03毫克 若要提出法律訴訟 是否有無罪空間 高等法院的見解是認為 是不可以扣除的 因為這個誤差範圍 只是一個認定機器的標準值 並非酒測當下的精準程度 本件如果要爭取誤差範圍的話 恐怕是很難撤銷 這個酒駕的法律 消行司機被認定酒駕 開罰3萬元 加上牌照 駕照 都要吊扣2年 裁罰已定 若是要爭取撤銷 恐怕只能走上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 三選李文勝 可不選台北撐不到 黃紅實測一吹 酒測器數字出現 一九九 現行法規 每公升來看 酒測值達零點一九 亮紅燈 警示不能開車 類似機器 網路平台很常見 又叫測酒儀 酒測棒 一支價格四百到五百 不等 有的甚至標榜 僅用測試 有民眾真的買來用 實際買來市售類似款大多都是中國製 並沒有臺灣檢驗局任可標章 拿來跟警方檢疫版 警棍酒測器 實際一測就有落差 受測者先喝一瓶啤酒 等二十分鐘 讓酒精揮發 原警檢疫酒測器 測出零點二一 但用自己買的 卻測出零點零一八 再喝半瓶等十分鐘測一次 分別測出零點一九 跟零點一零八 以現行法規 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 就超標 市售酒測器 似乎不太靈敏 另一種煤吹嘴裝置的 空氣從旁流入影響檢測準確值 兩次測出分別為零點零三 跟零點零九 跟警用款驗出酒測值 落差更大 類似商品強調警用款 已經涉及廣告不實 要進一步酒測要用一臺藥價二十萬元的 呼氣酒精測試器 價格落差五百倍 市售酒測器 恐怕只能娛樂用 重點是別心存僥倖 喝酒千萬別開車 三新聞高官學校長民新北採訪報導